來這個玉君覺得 我說了我重點是民進黨 但後面有帶你好好檢討這個報告裡面有多少莫名其妙的爛地方鳥地方 好但是很可惜 因為我今天真的等著看 初貞昌要怎麼被修理 我等著看陳時中要怎麼被修理 我想昨天的輝文哥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今天多興奮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一大早 一大早就起來 我都很晚睡了我今天早上很興奮 早上也要開會今天很早起來 我就抱著手機 我就在等即時新聞通知 看蘇貞昌今天受訪安排行出力 看記者同業們怎麼問他 然後我就抱著手機想說 我要等著看 我要等著看蘇貞昌立法院怎樣被修理 奇怪 手機都沒想啊 我想說 說說應該到立法院了吧 快十一點啦 怎麼都沒有新聞啊 於是乎呢 我就打開了 我們有這個中天政治中心 非常優秀同仁的賴群組 我想說看一下這裡頭 大概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吧 好於是我就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呢 看到就是我們後面這一些 包含張啟辰表現得很好 撕毀了調查報告 然後扔向官員席 然後剛剛你看到蔣萬安 出來幹狗 都罵很兇 然後國民黨立委 拿著蘇貞昌道歉 陳時中下台的牌子 喊口號 蘇貞昌你不道歉 不要上台 那民進黨立委呢 就排成人牆 主黨藍尾跟官員 好那你就看到 蘇貞昌陳時中 交頭接耳啦 我們的羅女婿啦 滑手機啦 打盹啦 手撐著頭啦 寬包包啦 台車離開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驚覺 為什麼沒新聞 原來蘇貞昌根本沒上台 我一直在等 我真的一直在等今天 手機跳出蘇貞昌跟陳時中 被修理或是被抓到說謊的新聞 但真的都沒有 原來沒上台 好我想說沒關係 蘇貞昌跑了嘛 對不對 ok 因為 尤貞昌說我們來休息 好休息 好休息蘇貞昌就跑了 下午兩點半就開始 我想說好兩點半 來 我們來等 看看兩點半 下半場 蘇貞昌 丹西中 要怎麼樣被人家處理 我說好等等看 結果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節目開始前 還是沒新聞 因為他們兩個 完全沒有上台的機會 沒有上台的機會 就是沒有被修理的機會 就是沒有被處理的機會 不過當然我相信 玉君講的 依照蘇貞昌 那一種 你知道嗎 幹聰 牙尖嘴利 自認為延遲犀利 其實都是淡化硬拗的個性 可能真的很難從他口中 套出什麼話來 但沒關係啊 讓他上啊 只要有一句幹話 或者是現在講的 跟過去說的不一樣 足夠了 足以證明蘇貞昌在 3加11 800多人 人命報告出來這一天 還在立法院裡面 講廢話 講幹話 還在立法院裡面 大說謊 如果我是國民黨立委 我第一句話問他說 蘇院長 蘇貞昌 你深感榮幸什麼 蘇院長 我想請問一下 本習 本習好奇 你今天是因為政府決策疏失 搞掉了這麼多人命 這麼多損失 我想請問蘇院長 蘇院長 深感榮幸是什麼意思 蘇院長可以回答我嗎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候 覺得深感榮幸 因為你覺得你很榮幸 弄死了八百多個人嗎 你覺得你很榮幸 弄倒了三千七百 甚至將近四千家的 中小型企業嗎 因為你很榮幸 造成了這麼多經濟損失嗎 蘇院長可不可以請你回答我 你在榮幸什麼 同時我想請問陳時中部長 請上來 陳時中部長你辛苦了 但我不會送你花 我一樣要問你 蘇院長深感榮幸 你整天坐在那裡武漢肺炎 面對三加十一這份爛報告 你是不是也一樣深感榮幸 請回答 我就看蘇貞昌怎麼回答 我就看陳時中怎麼回答 你帶種的就在立法院告訴我說 對啊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後期防疫很成功 所以我們深感榮幸 如果他這樣說 我就再問 蘇院長陳部長 這份報告 我們要討論的不是 後期防疫成不成功 我們要討論的是前期防疫 為什麼這麼失敗 你不要再跟我扯 後期我們有嘉寗 對呢 不算上想 我現在討論的是前期防疫的失敗 不是後期防疫的成功 我順便再提醒蘇院長和陳時中部長 後期防疫的成功跟你兩位一點關係都 沒有 因為你們連疫苗都弄不進來 後期防疫成功靠的是我戴口罩 靠的是民眾請洗手 靠的是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靠的是大家乖乖待在家里 跟你们没有关系 所以就算后期防疫成功 你们也没有资格伸感荣幸 来请回答我 后期防疫成功跟你无关 前期防疫失败 你该负责请问两位 你们在伸感荣幸什么 来回答我 苏院长陈时中部长请回答 你们要怎么解释伸感荣幸这件事情 还是你要把伸感荣幸这四个字 拿去跟死者家属说 你们把戏啊我深感荣幸 你妈离开了我深感荣幸 没有疫苗可以打是不是 所以我深感荣幸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教训他们两个人 很多方法可以让他们下不了台 回不了家 颜面尽失 就算你死皮赖脸赖在那个光位上面 我一样可以让全台湾人看清楚 这样的行政院长 还有这样的防疫指挥官 来小满 那是你你要问苏世昌什么 问到他让他讲不出话 好像下不了台阶啊 一开始三加十一 我还没有看我刚还没有看这个报告 我只想了解几个问题 他里面我认为他应该会提到 谁做的决策 你是因为听了哪些专家学者的建议 你做了决策 然后有什么科学数据去支持你做三加十一的决策 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都知道可能是范鱼 范鱼开了协调会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那这个协调会的内容是什么 那当初参加的官员跟明代他们在会议上说了些什么 都没有看到 他里面连人名都没有 后来我找到了 小白你没发现 他那个十七号版本连人名都没有 他连城市都不敢写些指挥官 所以我看了十六号的版本 里面有写三加十一加强版的司法性 他说指挥中心决策模式不是合一制 是指挥官听取专家学者相关部会的建议 然后 就指挥官想做就可以做了 所以全部都是指挥官的裁量权限 所以范鱼委员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你都是始作俑者 原来破口是陈时中不是你 因为都跟你们无关是陈时中这一搞的 但是小白你知道吗 待会后面会跟大家说 你刚说十六号的报告里面有这一段对不对 第十三页 十七号没有了 你去看十七号正式版的报告 这一段不见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个报告猫腻太多了 十六号他告诉你说 陈时中怎么干怎么干啊怎么了 我是陈时中我指挥官 我今天只要听别人的意见 我想决定我就决定了 所以没有会议记录刚好而已 送啦怎样 这是十六号的报告 但十七号报告不见了 这一段不见了 我们后面再来讨论这个 来继续 OK 刚刚讲完 这个是怎么会发生的 后来我们要看说 你报告出来了 总要给些建议吧 你要怎么去改善 所以我们会认为 你这个报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 三加十一的破口 未来我们要如何去预防 我没有找到 那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现在筛减的能量不足 或者是疫苗不够 所以我们要去怎么样增加疫苗 然后去扩大施打疫苗 我也找不到 民进党政府 真的不要把人民当白痴 你这几页 你只是让陈时中去背这个黑锅 然后让蓝绿去恶斗 小满我要纠正一下小满 他这个陈时中没有背黑锅 只是陈时中一个人 帮大家一起背锅而已 这样比较准 OK好啦 就是大家都把锅丢给陈时中 这或许是对的 这样讲比较对啦 这样比较精准啦 这比较精准 所以破口处处 可是谁背 陈时中背 那范玉委员 我再给说一次对不起 真的是陈时中帮你背 以后我不骂你 我骂陈时中可以吗 我们以后每天骂陈时中 来 刚刚小满讲到这一点 我们后面 我会好好给你看看 16号的报告有 换句话说 你仔细听到各位 对 16号的报告 按照小满刚刚找到 16号报告里面 他是希望陈时中背的 你听懂了没有 他不是在护航谁 16号本来留给媒体的报告 行政院是要陈时中背的 这个不用专家 都不用都不用 16号的报告 行政院要陈时中扛 他写指挥官自己决定 不用开会 所以没有会计记录 所以没有人施压 所以不需要什么专家小组 离兵营等人给意见 陈时中自己就可以决定了 所以破口是谁 谁搞的 陈时中搞的 这是16号的报告 陈时中扛 但17号正式提交到立法院 送到立委手上的报告 这一段陈时中扛 不见了 没有了 所以16号跟17号报告 很多地方不一样 里面贸腻太多了 来我们来看电视讲 待会要请我们的辖沟上线 来往下看 我们来看 民众党这句话 说得很好 轻薄短小 薄到了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只有12月的行政院 12月的行政院3加11调查报告 没别的 就是low 然后这份报告 更有趣了 来 在野党的立委 多次询问3加11报告 何时送到立法院 但对不起 在今天之前 这12月的专案报告 执政党立委有 媒体有 只有在野党 民众党国民党的立委 是拿不到的 拿到以后呢 信看报告内容 不仅废话连篇 各种为自己开脱的文字 透过各种扭曲宣传达成 达成卸责的目的 好 报告内容是什么 我们先讲17号 这一篇 我筛选出了 大家对于这个报告 非常非常 无法接受的地方 大家对于3加11这件事情 造成5月疫情破口 有诸多疑问 我把疑问列出来 我们去报告里面 看能不能 找到答案 来首先第一个 3加11 的会议记录 到底有没有嘛 你到底有没有开会嘛 谁主持的嘛 什么时候开的嘛 谁赞成 谁反对嘛 谁赞成 谁反对嘛 谁赞成谁反对 告诉我嘛 但对不起 在这份报告里面 针对开会记录 知字未提 来我们看民众党说 行政院3加11的 专案报告里面 没有正面回忆 外界的质疑 最关键4月13号的会议记录 说有咨询公卫专家啦 那参与决策任务的 有哪些成员呢 这报告里面都没有写 只有写指挥官 听取面报后 才加强3加11 加强版3加11 那是谁嘛 谁嘛 哪些工卫专家嘛 听取谁的面报嘛 来 所以行政院是不认为 3加11造成5月疫情的破口 也不是爆发元凶 行政院根本无视 这一波本土疫情造成 800多人染疫身亡 把人民的血泪当政绩 冷血的令人心寒 来 这份报告 这是民众党的说法 针对这份报告 会议记录里头 完全没提到 来 我们请贾沟上线了 贾沟 龙界仙 你怎么看这份报告 来来来 發表一下你的高见 这个事情我今天看了 很欣慰 很欣慰是吧 本来我以为 不出所料 慢慢来说 我本来以为只有两张 很用心还写了12张 还找到那么多 等于他是真的有要告诉你 整个过程怎么样 有没有重点提不提犯人 其实 都已经无关紧要 嗯 那我的欣慰是来至于说 3加11这件事啊 你要怎么掩盖 你越掩盖 那我就越高兴 很多事情 又正我们一直不断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 以现在的媒体份额啊 我们加上其他有在批 有在追 有在检讨政府 防疫施政不当的 大概只有8% 嗯 那其他大概是92是他们的传声筒 所以他要把这个洗白很容易 那这个问题今天提出来以后呢 不管你们怎么去评论 那我们是要让大家理解 这个事实的真相如何 那以他们估算大概中秋节过了 他们这个92%的媒体 就可以帮这整个事件洗白了啦 嗯 所以刚好今天发嘛 零价钱发嘛 都计算过的啦 然后你刚刚提到 这个陈时中本人要扛 可能你等一下要讨论 他是扛得住的 但是 这个又等于是政治利益啊 嗯 有人觉得不能让他赚太多 所以删掉 哎 你要扛 我跟你讲搞不好 最后泛影会出来扛 嗯 他们感觉这没什么 因为现在变成逆转肾 你知道吗 防疫做得很好 好 那为什么我会欣慰 我的欣慰是因为网路 我们一直不断讲说 因为今天台湾有网路的发展跟自由 民进党一直想要钳制这一块 但目前呢功效不张啊 所以当整个人民 已经公认3加11 就是这一次防疫的最大破口 幻云就是元凶 这几乎已经在 没就是整个网路 所有网友 几乎这是一个高度共识的时候 那民进党还应用他的媒体优势 要把这个洗白 其实我们都是内行人啦 内行人不用说白话 说假话 这个对民进党 现在看不会怎么样 但长期看 他会受伤严重 可是你说的92%媒体 都不报这些东西吗 我哪是没效啊 所以我说 难得很少 你看这一年多来 很少有一件事情 是就是说在网友里面 有高度共识 我认定3加11就是整个事件 的破口 这个就是很难得有这种事件 再来就是疫苗采购嘛 疫苗采购包括你 再怎么弄到最后 现在就是反正 台湾只要疫情还算稳定的话 他就可以崛起政治利益 所以但是很多人 你我已经戴了一年多口罩 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观众 大家都知道我都戴了一年多 但是他让我们戴一年多口罩 有了这个成绩 他收割的时候 你把酒缘缘缘缘缘 你没办法 就是被他收割 但是这是我们付出代价 大家都知道 所以 为什么我会提这样 就是说进口商大赚 这种很畸形的社会 出口商大赚 股票族大赚 现在只有这中底层这一群人 就是在贫穷县附近边缘以下这一群人 真的苦 可是他们是有苦难言 所以等于政府就给五千一万 他快走投无路的时候 那这群人是在弱势 所以这群人是我们最大的支持者 我们不断在帮他发声 那上面中上这一群人 很快就忘了痛 为什么 因为他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冲击 股票族也赚了 你要立委 那这个就是执政者 厉害的地方 他就认为要用这个事 所以在经济跟防疫之间 他为什么不断要去塑造成 基斯的破口 我们其实我们要感动了 今年到现在 还有五点多的成长 是这些基斯拼出来 对 没错 货运拼出来的 货柜塞住的时候 他们提升已经到天花板了 所以只有基斯加班 不断的飞 不断的载 他才能让我们的 所以这一点被他转走了 可是当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就讲基斯 就推给基斯 指挥中心全部不负责任 所以这些基斯是既 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既爱又恨 怕真的爆发的时候 万一今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我跟你讲 他就不敢背这个三加十一 因为今天是被控制住了嘛 所以大家很快慰望 没那么简单 但回头有几个媒体 再爆有800多人死亡 极少数呢 而且有的又再爆的 也不像我们这边 经常提醒死了800多个 其他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非常倾斜的一种 在群众当中 说实在的我身边 以前本来那种 哎 死这么多人要有人接 现在到现在 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当在讨论有800多人死的时候 大家感受变成没那么深 你要去 我们在看社会问题 就说 整个社会上的 对这个事件的那种关注度 所以他才会出招 那在这个时候 今天报告提出来 我跟你说 中秋节过了 他就整个事件大概就水落石出 开始幻影就会上节目了 你等那看 我给你包的金融给你做 这个金融给你做的 你把它包起来 中秋节过幻影就跳出来了 他很快就洗白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说 当这个节目不断有人在看 很多人是因为看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 他到其他管道 我为什么要在这边会提出很多 社会上不同的看法跟感受 因为很多欧巴桑啊 他到菜市场的时候 话题的改变 是因为他昨天晚上看了这个节目 他隔天早上到菜市场 他拿我们的话题去跟他们讲 他回来会跟我讲 诶 弄到那些 弄死了 弄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掌控90%的媒体那种能量 但我不会怕 就是说我知道 所谓人在做天在看 谁是天啊 人民就是天嘛 八千有在看 所以当他不断的记忆 已经形成说3加11 就是造成我们死这么多人 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破口的时候 执政者最高权力者 拥有绝对权力的人 他竟然还把这3加11 洗到云淡风清的时候 我跟你说 这个痛 人民是记者 会反映出来的 会反映出来的 那所以他在洗洗 今天为什么我今天会感到欣慰 你洗吧 你尽量洗吧 我们纵然只剩下8%到10的媒体 我跟你讲 我们不断的发声了 就是在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真相 只要有这10%8%的真相 不断的提醒 我跟你说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守得住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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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全世界 我们台湾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吗 全世界是哪些国家 疫情会不断的爆发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守得住 但是当经济跟防疫是两难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告诉你 我已经打一季了 一个礼拜内 按照代理 我今天第八天 我也想要去台北 很多节目也都说你要来 我说不忙 你什么时候要来 我絕對不去 我跟你说 我没出两季 我絕對不去 尤其现在我如果不洗你 又把我拜到高端 補强第二季 我不夠衰 所以我不可能去你 我一定 因为我会怕 怕死是 人的本性 所以你有时候在批判那些高官 打两极莫德 那我都不会怪他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怕死 那他有权利 等于是他造成我们人民的相对剝夺感 嗯 我们提醒人民就说 大家都白变怕死 那大家的命都应该 一样都是命 是怎么他们可以先煮两支 帮我们钱也没没收 所以他没有把一般大众你的命 跟他的命摆在同等 嗯 是很高贵喔 啊我们下贅喔 所以这个政府是把我们的命 看着比他们的命下贅 所以他们两支莫德纳 又補第三支 我告诉你 他也不去補高端 他也是在補莫德纳 当然啦 当然喔 那一支没了 後面他就叫高端给你補了 高端 如果你要補高端補第二支 我就可以一次给你 买一送二 補三支 補到第四支都给你補啦 拜托咧 我打了AZ 我只要去勾选 我要補第二支打高端 我跟你说 他如果看到西隆社補AZ 補高端就对了 一次给他做三支 我不赔 他们是这种的 因为他跟你说 補高端不赔 他们现在都这样想 補高端不赔 他们不赔 他们不赔 他们要補五号 要補八世補 就補不赔的就好 这样感觉 嗯 那你说你说 你要補八世了解 相对剥夺感出来 现在欧巴桑不用赔 今天电视看我 他不用赔去蔡西亚 他就要说了 我现在都 他都跟我说 你如果起来跟右正公公的 我就来蔡西亚 我就说到那些不赔的 這樣就有好 有好吗 真的有好 真的有 我跟你講 不然你去调查 從網路上去看 3加11他越習 他會包袱越重 我陪你 那我其實一年多来 沒有幾個事件是可以造成說 大家有這麼高的共識 說那個就是破口 沒有幾個事件 你再回想這幾個 八個月六個月來 你再回想看看 所以我是感到 感到欣慰就是這樣 放心 人家在做天在看 不用擔心 但是 龍幹線我還是想問一下 我還是覺得 你要真的 要我講的話 我還是覺得 應該要把蘇貞昌 跟陳時中 弄到台上去 好好修理一下 沒有 不讓他上去 看不到出糗 我們談的這個問題的緩解 不在那一塊 如果是那一塊的話 當然我 如果今天我在立法院 你不是絕對沒有幫他說 我絕對也是 我對你後面 後面走 你看就不讓憲龍介進去 就是這樣 我們在講 如果我們在立法院 這些立法 在野黨的立法院 就要把 人民的命不是命 你就要拿這800多條人命 去逼他 我跟你講 除了拿人命逼他 他們不會道歉 你什麼行政措施 這個疫苗買不到了 他不會道歉 但人命啊 逼著台灣人 這是台灣人的天性 當生命逼他 逼他 他再打算逼他 我告訴你 他報死 這是這一次的工坊 今天沒有看到 可惜的 你要拿人命逼他 當然啊 800多條命 你還有生感榮幸 你生感榮幸什麼意思 當然也是這樣說 但是 但是 租登上就是沒上去啊 我跟你講 就像浪哥剛剛講的 連假過完 我跟你講 都放不掉了 我覺得這事情好可惜 你看 六日一二完四天 誰在乎3加11你馬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這個啊 市長剛剛龍介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3加11決策破口 到底怎麼究責 那國民黨是認為這個報告沒寫 所以他就很生氣就把報告失了 然後不讓蘇貞昌上台 可是這個議題啊 老百姓沒有那麼care 老百姓care的是 陳時中你到時候如果要選舉 人家就用這個議題care你 讓你選不上 你聽我的意思 就這個東西會留在大家心中啊 可是人命啊 那個就很有感覺啦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兩個議題吧 如果今天國民黨是用800條人命 然後當中讓蘇貞昌很難看 甚至 我隨便亂講啊 甚至說全院亂脫灑什麼東西 可是大家會原諒你 因為他是在計較人命 你懂我的意思 這個大家都聽得懂嘛 而且大家都有感受嘛 而且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你又打不到疫苗 所以未來你還有可能是死亡者耶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3加11的都已經過了嘛 那干我屁事 那都已經結束的事情 那只是有人不負責任 好那假設說 這個已經承認是他幹的人啊 他真的要去選舉嘛 那就會死啊 那是那個時候的問題嘛 你懂我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用美國來講啦 美國死了68萬人耶 請問誰下台了 就是川普選輸下台嘛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佛企有下台嗎 那你認為整個美國的那個 防疫指揮中心沒有人有 沒有犯錯嗎 怎麼可能 當然有犯錯啊 是嘛 可是你去計較這個 美國人不在乎嘛 美國人計較的是 你讓我沒有辦法生活嘛 你讓我沒有辦法恢復正常嘛 你讓我有很多親人都死掉嘛 人家在乎的是這個嘛 哇 這樣我好像有點理解了 你有聽你有沒有聽到 當然亮哥講的沒有錯就是說 人他不一定每一次決定都是對的 但是我們今天很計較就是 行政院蘇貞昌跟陳時中的態度 讓我們沒辦法接受嘛 我們都還不是說叫他下台而已 或是選舉他還想著選舉 現在還有心情想選舉嗎 是說你的心態上能不能告訴我們說 你是有錯能改 隨時能夠聽取大家的意見 而不是有政治邏輯在防疫 這個是錯的 不是有錯能改 是你已經搞死了八百多人 你就是給我滾下台 應該是這個 這個邏輯比較對 這個邏輯比較強啊 我怎麼會希望說 阿忠 來 有沒有做錯事 有齁 要不道歉 來 說對不起 手針出來 來 我打打 好乖齁 下次要改進喔 明天教一個 這個寫100字 你的改進想法 明天跟我說 我看看你要怎麼改進 好沒事了沒事了 繼續當你的衛福部長 然後那個 下次有選舉 還有機會 看你表現喔 你還是有機會 乖去吧去吧 怎麼會是這樣啦 不是這樣啦 這個是要先釐清事情的事實後 才有檢討 或者說究責嘛 今天是連事實釐清都沒有 是不是 他現在在掩蓋這一切 他根本不跟你討論嘛 對不對 如果在不討論的這種 他這樣子硬拷的態度 他當然是要馬上滾下台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給予他一個 正當的一個程序嘛 所以才給他3加11的報告的機會啊 他現在連聲變的機會都不想要 那就直接滾下台啊 那你把他轟下台啊 不是嗎 我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今天是我 我決定把陳忠轟下台 我一定把他轟下台 好不好 來 這我就不講了啦 太多的 你想知道的答案啦 Paul到底是誰 到底誰施壓 到底有沒有開會議 到底誰主持 是不是陳詞中還是泛雲 好也許他永遠不會有答案 但是各位 更讓我無法接受 讓我覺得噁心 噁心 非常噁心的是什麼呢 這些你想知道的通通沒有答案 但是來 來 這份報告裡面 卻花了大把的篇幅 再告訴大家 民進黨做得很好 我一個一個字唸給你聽 拜託你的晚餐不要吐出來 來 包括我本人 這我本人當然是蘇貞昌本人啦 包括我本人 陳時中指揮官或指揮中心在防疫過程 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每一項決策 不可能都盡善盡美 但回歸前年底 在疫情剛爆發 甚至全世界都還未能察覺之時 行政團隊既有先見 並全力投入防疫 在那關鍵的三十三天 做出 但我們沒有以所死的管理方式 來換取防疫成功 一樣可以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 守住疫情 讓世界驚叹 台灣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可以從五月被突破時 每日確診六七百人迅速應變 妥善決策對應 迄今 確診人數以降之各為數 甚至出現零確診 這是多麼不容易 這全是因為我們戰戰經濟 夜以繼日隨時調整應對 各位你相信這三大段話 是出現在一個民進黨應該要檢討反省的 三加十一破口報告裡面嗎 他還真的出現在裡面 而且是全篇精華 因為只有這一段 他具體的替自己邀功 前面的檢討 前面的說明 你都看不到真相 來小滿 這薄薄的幾張專案報告 我覺得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在逃避問題 第二他就是用一個政治攻防的角度 去寫的這篇報告 因為他一定知道這種報告出來 國民黨一定會抗議 一定會有動作 說真的如果國民黨 連這種報告擺在桌上 擺在眼前 你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你也可以解散了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 說國民黨在杯葛 他就是用政治攻防的一個角度 去寫這個報告啦 那問題是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剛沒有看到 就是所謂的陳情書跟會議紀錄嘛 三加十一是怎麼發生的 一定是有關鍵的協調會啊 那你要做相關專案報告的時候 你前一後果都不用交代嗎 你沒有這個交代 你怎麼會有這報告出來呢 所以你沒有陳情書 為什麼 因為你逃避問題 那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立委不會去問呢 那個而且相關的主管機關 為什麼你不給呢 難道立委他不看預算書 你就不給預算書嗎 你還是要給嘛 那所以你在當初的陳情書 跟會議紀錄 你沒有白裡面 我怎麼會知道這專案報告 怎麼來的 所以你真的不要把人民當白痴 而且一個政府 用逃避的心態 來做這個問題 是會被人民討厭的 人民不是討厭你犯錯 是討厭你不認錯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他對於三加十一的 這一個態度 跟面對問題的角度 他真的要去改變 來 霞高 你剛剛聽到了 我念給你聽了啦 這個報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啦 我不知道你有看過嗎 裡面都是這一種 我跟你講啦 也是啦 確實如果今天讓蘇貞川上來 讓他念完這個 我跟你講 綠媒再拿去大作文章 我們防疫如何如何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那麼樂觀說 到時候 到那個時候 選舉的時候 投票的時候 我會記得 我一直說 如果 台灣人 比如說亮哥剛剛舉的例子 說這個 什麼 這個川普 就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 沒有辦法連任 但是 看了最近幾次的選舉 我 我對台灣人的 大部分人 對不起我講得很直白 對台灣 很多人的智商 是有疑慮的 我不認為大家 到那個時候 還會記得這件事情 我不覺得 現在你都不在乎了 到時候你怎麼會記得 可能永遠記得 就是那八百多個人而已啦 民眾是台灣的民眾 他是很敦厚 這一點 不必火熱 就是說幾百年來 雖然跟台灣兩千多關 但是呢 你弄到 為什麼我說 執政者 你看當年國民黨掌控了 95%以上的媒體 最後呢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 台灣人是好關 沒有錯 但是他的心肝 第一次有一個手 有一個手 就是說我的底線 所以 為什麼我們對這一次的報告 跟 就是你沒有結合 就是你剛剛提的重點 就是死人 因為 如果死八百幾個人 這個議題沒有拿出來用 那你只跟他糾結 在這些報告 誰怎麼樣 誰怎麼樣 是無感的 但最有感的 所以你看嘛 我今天如果打了高端 我掛了 我跟你說 沒背 絕對不是因為高端 所有的報告 這八百多個人 出來的報告 沒有一個是因為疫苗掛掉 當然怎麼會有 沒有一個啊 沒有一個啊 那最後會變怎樣 就是說 他整個 除非了 你現在打第二劑 如果你打土產的 除非你就在那邊打的時候 坐在那邊15分鐘 打了 等他躲在那裡 你躲在那裡 他都還說你不是 何況你已經回家了 所以整個 當這八百多條 我們不斷在強調的時候 他很簡單就把你背開了 他會不會觸動到 台灣群眾的 淳朴的最底線的那一條紅線 這個就等到 投票的時候才會考驗 因為你現在你看嘛 整個 疫情來剛好離我們台灣 兩年都沒有投票這個空檔 剛剛好 就在這個兩年十個月沒有 投票的空檔裡面 所以他可以兵前往 他怎麼玩都可以 難怪 就是說整個在野黨 也是想盡辦法要去突破這些議題 但是你也不忘記 民進黨是一個鄉國宮 嚇不天亮的政黨 亮哥怎麼這麼這麼說 就真的 國民黨如果沒有像我們這種 就算不贏 今天我在立法院 我告訴你 八百多人的名單 我一定去找多少算多少 我就穿麻衣去 把你擦順 家俗所嚇到八百多人的牌 我都拿出來 因為中心比心 用感性 你不用大小聲 中心比心 你若是台灣人 這都是台灣人 我問你 你害怕死 他們只有這樣才有阿兵而已 你不用人的生命去威嚇就對了 生命的翁姓在哪 你也不猶正 五十年來台灣的選舉 在二十年以前 所有任何一次 只要抬棺材出來了 沒有一個落選 沒有一個落選 所以你要了解說 台灣人的民生 但死這麼多人的時候 他一直告訴你 這八百幾個住寫室 住寫室 再加那些就穿幾個了 對不對 三百幾加起來穿幾個 這裡面有我的朋友 有我熟悉的人 我那個感受就對了 你想說他們是五年無辜 他是多麼無辜 如果沒有這個破口 如果沒有這個破口 今天這個人會不會 小命是不會 但是因為時間拉得太長 而且每天你看 一天死二十幾個 十六個 二十二個 十五個的時候 大家均衡喔 現在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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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變成正常化呢 而且每天給你 你會無感你知道嗎 不是麻痺了嘛 就變他 他為什麼 不要說中午不要開 我們當時不是說 量二點檔不要再做了 這樣來 一個禮拜通 結識多少 一個禮拜通 這樣才有 你不是他每天都給他 五個三個兩個 今天沒死人 不知道沒死人 還有兩個一個三個 現在慢慢這樣下去 我跟你講 這人要跟你討論性情 你怎麼不知道啊 所以台灣人 你看你多比就好 這些人 確診後有失望 我跟你說 你只換了一個 五個數字的號碼 對 1611多 1819多 早上掛了 下午兩點以前就掛了 是這樣的 所以 他就是讓你五感 每天跟你 他就習慣了 這是人性 沒辦法 他善用這種人性 所以我們要集結 也許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策略要調整一下 來來我們要調整一下 應該統計說 這個月總共識多少 那個月十多 你現在公司一個兩個 沒感覺 一個月四個月 九月中秋節 九月份四個月 八月份四個月 你要讓這個數字有震撼力 不然你讓他死兩隻三隻 沒半隻 一個兩隻三隻 沒半隻 我跟你說 台灣人的感覺這些人 小明星都沒什麼 沒有什麼 然後你在檢討疫苗的時候 我們在說因為疫苗你看 你現在疫苗越打越多了 我們雖然只有打第一劑 可是死亡率確實會下降 因為我們當時四個月前 我們在討論 有疫苗就不會變重症 疫苗不會讓你不確診 但是讓你確診以後 不會從輕中症變成重症 你會記得買 對啊就不會死嘛 不會死才會的人 才造成這一群人變成重症 而死亡嘛 然後有效的藥物沒有採購 那我們變成這個議題過了慢慢滾 他現在疫苗越打越多 覆蓋率超過五成第一劑喔 其實是對我們的死亡率有幫助 對 就算了 跟我們有一個電影 如果我們有更多信任 如果我們一起做的 如果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 一個電影 是一個電影